泰国陆军司令8月15号谴责当天发生在首都曼谷的暴力事件 称如果国内局势升级 军方或将被迫动用武力终止暴力恢复和平和秩序 同日 泰国选举委员会委员宋猜说 如果动荡局势持续 原定7月举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可能被迫推迟 15号 泰国陆军总长8月发表声明 称如果政治暴力升级 军队可能动用武力 8月在正式声明中称 他要警告各方 尤其是那些使用暴力和武器来对付无辜百姓的人 马上停手 因为如果暴力继续发生 平民受到伤害 军队可能需要动用武力来解决情况 当局将采取果断措施 以恢复和平与秩序 15号上午 泰国看守政府总理尼瓦探龙率数名内阁成员 与泰国选举委员会委员 在泰国皇家空军司令部会面 并就原定于7月举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细节进行商谈 由于反政府接会领导人速贴 试图带领上千名抗议者冲入司令部 会议被迫取消 尼瓦探龙被迫终止同选举委员会委员的会谈 离开司令部 选委会成员宋采表示 会议只进行了大约20分钟 与会双方还没有讨论到选举细节 他同时表示 政府代表匆忙离场 并没有定下下一次会议的日期 预计下一次会议将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进行 宋采还表示 局势持续动荡下去可能导致选举准备工作 无法按部就班的进行 因此原定于7月20号举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 或被迫推迟到8月 东盟卫视MGTV记者林凯雄 泰国曼谷报道